这个小男孩正在金字塔前玩耍 忽然他一不小心掉了下去 神奇的是金字塔把他弹了回来 好家伙 这玩意儿竟然是个假货 真正的金字塔被人偷了 一时间这个话题上了热搜 人们称之为史上最强劫案 可这件事让大坏蛋格鲁很是不爽 他不能让这个新贼凌驾于他的威严之上 于是他召集手下小黄人和邪恶博士 打算联手偷走月亮 搞出一个大新闻 格鲁先和小黄人飞到一家秘密机构 偷走了那里的缩小枪 他抢走格鲁的枪 格鲁火气上来了 和小黄人来了一阵火力猛攻 结果打了半天 别人传没打着 自己倒是挨了一记缩小枪 结果就是 格鲁不肯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他来到眼镜男家外想要偷枪 却没想到对方防御过于强大 无论格鲁怎么个骚骚做 不是被鲨鱼咬 就是被炮炸飞出去 筋疲力尽后 格鲁几乎放弃了希望 但这时他看见三个从孤儿院 见出来卖饼干的小女孩 敲门进入了眼镜男家 好家伙 看来眼镜男喜欢吃曲奇饼 于是格鲁心生一计 让邪恶博士制作了一群曲奇饼机器人 然后来到了孤儿院 领养了三个小女孩 他打算借三个小女孩之手 把他的间谍机器人偷运进去 大坏蛋格鲁成功利用女儿们 把自己的机器人送进了对手家里 机器人趁对方给钱时 偷偷溜到保险库 把墙壁烧了个大洞 格鲁和小黄人顺势进入 刚要把缩小枪偷走 可下一秒 大洞又被焊上了 我靠你这机器人倒板的吗 格鲁急了 眼看要被眼镜男发现 他赶紧和小黄人躲进通风管道 结果没爬两步 两个人就从通风管道掉了下去 好在眼镜男养的鲨鱼看到后 开始猛撞鱼缸 把眼镜男的爆米花盒 扣在了对方脑袋上 格鲁立马开溜 载上女儿们跑了 回去路上 女孩们嚷嚷着要去游乐场玩 大人陪同 格鲁不耐烦了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陪的 下一秒 一番体验下来 格鲁也玩嗨了 女儿们玩起打枪 可打中目标物后 老板却耍起狗 说要打倒目标才能拿走奖品 我靠 这么硬一块铁板 你让我怎么打倒 格鲁有点不高兴 他拿出一把超级大枪 咚的一下就把铺子轰出个大洞 看 倒了吧 女孩兴奋极了 抱着玩偶感谢格鲁 而这也是格鲁第一次露出微笑 他和女儿们打成一片 纷纷玩得十分happy 于是格鲁又圆风不动地 把他们带回了家 邪恶博士表情有点蛋疼 他认为这些孩子会让格鲁分心 格鲁却根本没当回事 可很快他发现 自己的偷乐计划 跟孩子们的芭蕾舞表演壮日了 他想要推迟偷日计划 但博士可不高兴了 他觉得格鲁已经丧失了本心 完全给孩子们萌话了 于是他打电话给孤儿院院长 让对方接走了孩子们 一时间格鲁 女孩们 小黄人都非常伤心 但为了自己的事业 格鲁还是坚持了偷乐计划 格鲁坐上了宇宙飞船 来到了月球面前 然后 月球被成功缩小 牢牢地给格鲁抓在手心里 高兴不已的他注意到 女孩们的表演时间还没结束 他火速赶回地球 破坏了一波公共财物后 他终于到达了现场 但格鲁还是迟了一步 表演已经结束了 正当格鲁难过之时 他发现他的家长座位上 竟然有一封勒索信 原来眼镜男在坐小枪被盗后 绑走了女孩 想逼迫格鲁 交出偷来的月球 格鲁没有办法 为了女孩们安全 他只好来到眼镜男家 乖乖地交出月球 但这时 对方突然耍赖 不肯放走女孩们 眼镜男发射炮弹攻击格鲁 可此时的格鲁 心中只想救出女孩 他爆发出强大的实力 一阵风桑走位 躲过炮弹 让炮弹把门炸了 接着他又一拳打晕鲨鱼 这下眼镜男慌了 立马驾着飞船开溜 格鲁赶紧扒上去 就在要掉下时 邪恶博士驾着飞船赶到 原来博士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这种缩小枪造成的缩小 只是暂时性的 质量越大的物体 恢复原状的速度就越快 话音未落 眼镜男仓内的月球就开始变大 把飞船压得摇摇欲坠 还一滚把眼镜男给砸晕了 格鲁赶紧出手 一个飞钩 把眼镜男的舱门拉开 他让女孩们从空中跳过来 有两个女孩照做了 但剩下一个还是很害怕 因为曾被格鲁送走 他不知道应不应该信任格鲁 格鲁开始道歉 还亲自爬上绳索救女孩 但这时月球又开始滚了 抓钩瞬间脱落 绳索上的女孩和格鲁 从空中坠落下去 危急关头 小黄人出手了 他们连成一串 成功救下了老大和女孩 而另一边 月球炸裂到极限 直接带着眼镜男飞回宇宙 事后格鲁为了表达歉意 给女儿们专门举办了一场特别舞会 现场的观众全是小黄人 他还给女孩们念了 自己以前最讨厌的睡前故事 并承认自己非常爱他们 最后在月光的照耀下 这位超级神偷 彻底成了超级奶爸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神偷奶爸》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